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寨 作者王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与响 凡景入森林 覆照青台上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在空旷的山中看不见人影 只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 夕阳反照在林木的深处 又映照在青台上面 这首诗是王维写的 还记得王维吗 我们读了几首王维的诗哦 那陆寨就是王维 在他的网川别墅附近的一个地名 那还记得我们上次读的王维的竹里馆吗 竹里馆也是在他的网川别墅附近的一个地方哦 王维到了不同的地方都写下了诗 而这首诗跟竹里馆 比较起来也是蛮相似的 竹里馆有讲到 森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就是在森林里面 没有人知道他 只有月光陪着他 那在这里也有讲到 凡井入森林 复照青台上 那这里是夕阳的映照 所以同样作者的诗 有时候拿在一起读的话 就会有不同的心得感想哦 空山不见人 那换小朋友一起读一次哦 陆导 作者王维 陆寨 作者王维 空山不见人 淡闻人于响 凡井入森林 附照青台上 小朋友读得很好哦 希望你喜欢这首诗 那我们就下次读读堂诗再见咯 拜拜 拜拜